好 迎接返校开学季 美国华人学生跟家长又要面对着学校选课 学习进度安排以及课后辅导的问题 这一连串子女教育问题 每年都让好多家长大伤脑筋 因此我们特别请到南加州 优先教育学院的这个李主任 要帮助家长从容地面对孩子 升学道路上的各种难题 谢谢主播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专题 那么由于那块开学了 许多家长跟小朋友现在都很彷徨 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此我们今天特别开设教育单元 要请来优先教育学院的李主任 来我们做详细的说明 首先欢迎李主任 李主任你好 可不可以先跟观众朋友问个好 好 Peter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李主任首先先问一下 对于这些彷徨的家长跟小朋友 第一步你认为他们应该要把哪些作对 最重要的是小孩子现在快开学了 要确认是他这一学期选课有没有选对 选错课应该要怎么样救回来 你要看学校能不能够让你选课 让你换课 如果学校因为名额已经满了 没有办法换课的话 那也许你可以跟学校有沟通 学校允许你去外面的社会大学 一般的community college去选课 有没有办法这个教育学院呢 也可以提供一些所谓的课程或者是更长的规划 有我们有一系列的规划 从八年级到十二年级的学生 我们会帮助他们每一年选课 然后看他们学校有些offer些什么课 而他们要什么年级该做一些什么样的选择 那我知道一些比较准备充足的家长 其实这时候好像有人先跑了 就所谓的寒假 这个寒假的规划现在也开始跑了 这个到底这么正确 这是正确的 其实大部分的时候 应该要做最少要半年之前的规划 尤其是年纪越大一点的学生 十年级 十一年级 十二年级的学生 不光是学校的课程 外面的运动 还需要做一些额外的社会服务的工作 那有些地方是需要半年前 甚至一年前的准备工作 要申请表格 有些甚至要面谈才能够得到 有一年前准备啊 这个落差有多少 当然有差 因为现在加州的华裔学小孩子 竞争非常激烈 每一位小朋友成绩都很好 ACT都考得高分 都有各个不同的户外的活动 如果你能够有一个特别的经验 特别的Volunteer Award 得到一个好的Recommendation 那让你可以在别的小孩子之中突破 除了这个很重要之外 其实呢 有些想问一下 就是很多12年级的学生 其实这时候对他们来讲 已经是进入了所谓的备战期 备战期应该要做哪些事情 12年级这个时候要准备申请大学的工作 申请大学工作其中包括了很多 不光只是填写申请文件 你还要准备你的自转 那有些私立学校 甚至会要求小孩子写7到10个不同的文章 那这个是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准备 其实小孩子在一个中上的学校 但是小孩子可能是状元 这哪一种状况对小孩子比较好 这真的要看小孩子本身 如果你小孩子本身 他上进能力很强 他不会受到周遭很多不好小孩子的影响 在所谓比较不好的社区的学校的时候 小孩子能够不要容易学坏 谢谢李主任 观众朋友今天李主任特别为我们说明了 这个开学之后呢 小朋友跟家长该如何准备 那这边也提醒大家 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欢迎你上优先教育学院的网站 上面都有更多的资料 欢迎你来查询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的教育单元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